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是Codei 我是魚乾 今天我們人在台南 大家知道台南就是台灣的美食之都 但是我這次來就想說 啊我每次來台南都吃一些好吃的東西 會不會台南也會有黑暗料理呢? 果然就讓我在網路上找到了幾間 看起來是蠻地獄的黑暗料理 但是我發現好像前幾年 就已經有人拍過這個題材了 不過這疫情衝擊下 不知道這些黑暗料理現在的狀況是怎麼樣 不然怎麼樣我們就還是去看看他們吧 走 妳好我要一個麻辣臭豆腐香腸 一個麻辣臭豆腐香腸 啊有沒有你比較推薦的 推薦的就是我們稍後要算 好那一個藥膳一個臭豆腐 一個臭豆腐 OK 好謝謝 本次我們現在就來到了這個全台首學 你看它對面就是全台首學 台南孔廟對面 這是側門 那這是在府中街的對面 然後這邊有一個寧靜的街道 這一間叫做 布老莊藥膳香腸 我網路上大部分的人都是在講這一間 說它有一個很酷的麻辣臭豆腐香腸 那我個人呢是非常的喜歡吃臭豆腐的 所以我就覺得 把這兩者結合在一起真是太鬼才了 而且它好像賣了很久 我們今天就來吃吃看 我跟你講我真的太久沒有拍這種外面的錄影了 我剛在那邊噼哩啪講了一大堆 我吃麻辣臭豆腐香腸的心得 全部都沒有錄到 但是我點了一個 通香肉燥冰淇淋一根60 其實還蠻大根的 我要吃吃看喔 我在嚼肉燥 我在嚼肉燥 你們看那個深色的這個 就是肉欸 它肉吃起來 肉乾的感覺 第一口吃下去 因為很衝擊 因為它很濃郁很甜 然後因為有鹹味 但是我討厭吃蔥 但我其實是會再出來蔥香 我覺得它的蔥香比較類似油蔥的那種味道 我自己對油蔥沒有像青蔥那麼排斥 啊肉鬆麵包 就那種感覺 然後重點是它上面的這個 用牙齒咬的時候的那個紋理 整個就是非常的濃郁 很像就在吃那個有一點乾掉的那個美乃滋 但我覺得有點太大拖了 如果它是這樣子一小根 我可能就會很樂意 推薦大家來吃吃看 但是它這樣一大根超大一球 60 我就覺得好像有點太多 兩三個好朋友同時一起想吃這個的話 我覺得可以吃吃看 但我覺得這一個人吃真的是蠻容易膩的 好 剛剛冰淇淋吃完我們來吃這個 藥膳香腸 一根35塊 我們來吃吃看 非常的藥膳 其實就是在吃藥燉排骨的香腸造型 我覺得這很好吃欸 它肉是大塊的 所以你就可以咬到那個肉的質感 肥肉會這樣爆汁 而且非常非常的有味道 藥燉的味道直接濃縮在這層皮裡面 我覺得我最推薦這個欸 這個至少是我沒有在別的地方吃過的味道 其實我也很少會點烤香腸 我大多數就點那個大腸包小腸 因為大腸包小腸就是乖乖的大腸跟乖乖的小腸 不會有這種特殊口味 這個 可以吃吃看 這個做成大腸包小腸應該會超好吃的 哇!快看!這就是 沒有啦這是第二根 因為第一根我根本沒錄到 總之呢這個就是我們的麻辣臭豆腐香腸的外觀 我已經看到第二眼了 但是吃第二根也沒有關係 因為其實我覺得它不是不好吃的東西 雖然它聽起來有點地獄 那總之我還是吃一口給大家看 感覺超燙因為它剛剛烤出來 你看它很Q 它很像那個德式香腸 就是它的皮是薄薄一層 然後你只要稍微把它弄破了之後 它就會整個彈開的那個狀態 第二根吃起來跟第一根的感覺一模一樣 香腸造型的臭豆腐 然後用一個脆脆的皮包住 喔!油都流到我手上了 然後它的豆腐是蓬洞比較大比較粗的那種豆腐 它的咬勁是有的 我覺得它想要讓它 豆腐跟香腸的抽罐是一致的 可能在麻辣臭豆腐的話 它就是麻辣臭豆腐的味道 它沒有變得很奇怪 比你單吃那個麻辣臭豆腐還要更有趣一點 然後非常的多 它的汁味這樣一直流出來 從旁邊這樣 但它不是很油很油的那個感覺 它就是在吃比較乾燥有烤過的麻辣臭豆腐的感覺 這邊是有香腸的肉的 然後裡面是豆腐 它其實是有一點分層結構的 它很辣我覺得是小辣 如果完全不敢吃辣的人 就會覺得它很辣 我自己是吃辣的 我覺得這個辣是剛剛好 就是有點小小刺刺的 但是那是最一根的五股 然後我吃了兩根 這一家店的話我覺得這個香蔥肉在冰淇淋是5分 然後藥膳的話6.5分 然後麻辣臭豆腐香腸呢我是給它6分 整體的話這間店我可以給它6分 就是蠻有趣的 就是東西都不是難吃 會讓你還蠻驚喜說 喔原來是可以這樣子 真的太有趣了 加上它感覺就是一間老字號的店 我覺得用這件事情讓我覺得蠻神奇的 這間店也是不老妝 然後從這邊就可以感受到它也是賣中藥類型的東西的店 我覺得是還蠻酷的 就如果你有機會來到這個全台首學童廟這邊的話 路過可以不要錯過啦 蠻有趣的 好那我們就繼續去吃下一間吧 GO! 我們現在的時間是6點46分 然後我們剛剛在附近喝完果汁再回來發現它關了 網路上寫它開到8點欸 啊不就好險我提早來 所以如果你要來你要小心不要撲空 可能可以打電話問一下 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Doga香酥脆椒 這間我每次在安平這條路上 它都超級顯眼的 你看這邊就有很多這種大娃娃 那裡還有一隻大娃娃 這間店非常非常的浮誇 但是我每一次都沒有想要進去的意思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我已經過了那個喜歡華麗娃娃的年紀了 但是它的外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花枝招展 然後裡面就是賣一些辣椒、芝麻相關的東西 聽說它的辣椒餅乾非常的有名 可以當伴手禮 那我們這次就是來吃吃看這個辣椒松淇淋 我們吃吃看這個辣椒 這是它的勺嗎? 它旁邊好像就是它最有名的那個辣椒餅乾 我跟你講它聞起來完全沒有味道 是一個乾淨的冰箱的味道 好我來吃吃看 聽說它的味道好像會有點分開 所以我稍微把它的攪拌一下 我跟你講它是辣喉嚨的 在灼燒你知道 你剛剛吃下去的時候一點殺傷力都沒有 就是香草冰淇淋的那個味道 然後結果它後面馬上給你來一個辣欸 分開不是它味道分開 是它來的速度是分開的 冰淇淋跟同時有辣椒 他們進入你嘴的時候是這樣 砰砰 這樣有個時間差 然後我現在就是每次吃我就覺得 好辣好辣 我要用香草冰淇淋來舒緩一下這樣 哇 啊好辣好辣好辣 我要趕快用香草冰 就這種感覺 它的冰淇淋是好吃的 不敢吃辣的就吃香草冰淇淋 然後它的那個餅乾啊 我覺得是蠻好吃的 但是就是不敢吃辣的人 就是完全NO NO 我要來吃這個嗆辣芥末 我跟你講 好吃 你人生中不會想到有一天芥末會跟香草這麼搭 而且不辣欸 我就是剛剛那個太辣 它這個橘橘的其實就是芥末 調味粉嗎 芥末調味粉 鹽的口感 它是什麼芥末鹽之類的 跟冰淇淋超搭 意外的好吃 而且它就是芥末香 我可怕一直被那個提醒就是辣一下 欸 辣一下 這個口味我可以給它到1分 它的辣椒口味我只能給它5分 因為我覺得它的辣椒有點壓過那個香草的那個香氣 但也可能是我自己白吃點大辣 如果小辣可能會好一點 它的芥末香氣跟蜂蜜芥末很接近 它就是剛好可以跟那個香草結合 它沒有蓋過任何一個味道 你想要嘗鮮但又不想要吃不好吃 很怕柴蕾我個人覺得芥末可以吃 我本來想說可以做一點效果 就是啊好強喔 到處亂咳嗽 其實還好 我覺得好吃 還蠻值得來一趟的 欸 它裡面很多東西可以逛 然後這邊就是很多一些伴手禮啊 然後這邊很多吉祥物 我覺得很可愛 總之我們有個結論 你愛吃辣的 你點辣的 我覺得你不會太失望 你怕很辣 但你又想要吃特殊口味 你就點芥末了 最好你跟你朋友是一個愛吃辣 一個還好 這樣你就可以兩個味道都可以試試看 但它有很多很多其他奇特的口味 比較都不會太差 因為它的基底都一樣 全部都是一樣的香草冰淇淋 然後它香草冰淇淋的表現就是中上吧我覺得 這不是我喜歡的那種 這是加了很多勾芡 然後 這個好吃 炒牛舌 那牛舌好像 有點小手 其實還不錯 其實還不錯 這是我比較喜歡文章人那種 比較純粹的滑蛋 就感覺吃很多 你看淋加飯上 然後很多人都推薦它的臭豆腐 它一點都不臭 很薄 很薄 很微薄 如果要講臭豆腐的話 今天吃的那個香腸還更臭豆腐一點 我們回到了我們每一次來台南都一定會吃的那個王室魚皮 我們回到了我們每一次來台南都一定會吃的那個王室魚皮 我為什麼來又這麼多次我還是要特地拍這個地方呢 上次來的時候店家招待了一份東西 我個人覺得相當的黑暗 那個東西叫做肉汁魚腸 身為一個非當地人我是非常的吃不慣 我是覺得那個味道超級口湯 那我今天過來就是為了要再挑戰魚腸這個東西 但是我聽觀眾說 如果要吃魚腸的話 建議可以點這個 煎魚腸 它當然不能算是怪奇食品啦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 以外地人來說還是有一點黑暗料理的成分在 所以我今天就來是特地來吃一下 當然就是要順便吃個早餐 魚皮湯 還有這個超級好吃的肉燥飯 我真的覺得王室魚皮的肉燥飯 真的是我吃過的第一名 夠油 肉夠多 然後飯煮的也夠好吃 然後再來就是當然要加一顆口包蛋 希望今天的口包蛋是熱的 大概就這樣 開吃 我就先來吃一口這個魚腸囉 它看起來還是相當的 來 早餐 第一口 它有個脆脆的東西 然後你一直持續嚼它的那個腥味會一口氣衝上來 我覺得比肉汁好非常多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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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但還是很腥 你是無法接受魚腥味的人 絕對是零容忍 可是我覺得想嘗試魚腸的人應該要點煎魚腸 我覺得那個門檻會相對的低很多 上一次的那個肉汁魚腸我真的是怎麼嚇到 那是我覺得這家店最不友善的一次 開回笑的 這個魚湯可以拯救一切 我在思考要給這個魚腸什麼評價欸 它粉粉的 然後有一個很強烈的焦味跟腥味混在一起的味道 就有時候你吃煎魚啊 會吃到它肚子裡面有一些苦苦的東西 就是那個味道 只是它現在整盤都是這個東西 數個筒 來看一下今天的蛋是不是冷的啦 嗯 很冷 我記得後來有一次來吃 它上菜的時候就說 這個蛋都是冷的啦 呵呵呵呵 所以被我突襲到你還是有冷的一天喔 因為這種蛋真的很好吃 點這個滷肉飯還是一定要點這個荷包再好 不管它是不是冷的 喔 剛剛拿了一個這個芥末 不知道會不會比較好 魚腸湯 我覺得就是好一點點 它後面那個果味蹦出來的時候還是那樣子 只是你剛吃下去的時候有一種在吃生魚片的感覺 然後明天有人點魚腸湯欸 魚腸湯是什麼第一 是什麼恐怖的東西 看完了有些魚腸湯要不要站直齁 剛好遇到它那個魚腸大受歡迎的一刻 可能對當地人來說這個就是很普通的味道 我覺得吃這個的概念可能跟吃苦瓜一樣 只要你越過那個坎 你可能就會很喜歡這個味道 你要給它一個機會 讓它有機會證明自己是好吃的 剛剛我已經給它兩次了 目前還沒有辦法習慣 我覺得吃一個這個灰口那個魚湯 還可以有點平衡掉 如果是單純吃那個腸的部分我可以欸 就這種 就濕一濕的地方 它那個苦味我可以接受 它那個苦味我可以接受 但是吃到這種一塊的 我真的是會嚇到欸 我真的是會嚇到欸 這是乾 這是乾 吃完了 喔我覺得這個真的比肉汁魚腸好很多 如果你真的是要來挑戰自我 或是你真的是愛於愛存吃 直接吃肉汁魚腸啦好不好 讓我知道會吃肉汁魚腸的人 到底是什麼樣的酷人類 欸我這樣會不會聽起來很像在嘴他們啊 沒有我覺得每一種食物吃起來是很主觀的 肉汁魚腸對我來說只有一分 但是乾煎有三分 唉早餐吃完了 走下一站 我開進來的時候整個大廈到 想說我是不是來了一個奇怪的地方 沒錯就是這裡 它就像一個小小鐵皮屋 好我們是從那個路開過來的 真的快嚇死了 總之現在就是外面太陽真的太大太熱了 然後它店裡也是有位子 但是車裡畢竟還是比較涼快一點 所以我就是趕快在車裡幫大家開箱一下這個東西 這就是我們的 濕墨魚主體管限定冰棒 然後它這邊這個還可以把它撕下來變成標籤 很可愛 我們看一下它的成分 魚鬆奶粉砂糖太白粉食鹽乳化氨定劑 普通 我本來想說單純 但好像也還好 它其實有一點透光欸 然後裡面有魚鬆的樣子 那我覺得應該不會太雷 就是魚鬆肉鬆本來就是會被做成甜點的東西 來吃吃看囉 好硬 滿好吃的啊 魚鬆冰 它很像是我們昨天吃的那個冰棒 西式十倍盆 就是它的味道是溫和的 而且你中間會時不時的咬到它那個魚鬆 然後那個魚鬆是好吃的 甜甜 鹹鹹甜甜甜甜 它的那個鹹味甜味我覺得跟那個 就是小朋友吃的肉鬆也類似 只是它的味道真的是有點詭異 如果你來漁光島啊來海邊啊 你可以來試試看 我可以給它個5.5吧 因為我本身是不太吃冰的人 然後它的口感我覺得真的有點太冰了 牙齒會有點受傷的那種概念 如果它做成冰淇淋我覺得可能會再好一點 但可能是一個技術的突破 我們這次的結尾就來到阿彩牛肉糖來收尾 我第一次喝就還不錯 因為文章沒有開 文章沒有開的話我覺得可以來喝這一家 我絕對可以來喝這一家 我們這次吃的這些有趣的東西 我們這次的結尾就來到阿彩牛肉糖來收尾 我第一次喝就還不錯 因為文章沒有開 文章沒有開的話我覺得可以來喝這一家 我們這次吃的這些有趣的東西 請記得按個喜歡 想繼續看肯然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拜拜 我要繼續吃